鯛鱼是低脂高蛋白的食材 营养价值满分 加上软嫩的口感 适合所有年龄层食用 本土连锁超市贩售的真空包装鯛鱼片 去骨无刺 买回来拆开即可料理 全联生鲜怎么来 全联带你怎么玩 二厨带你去旅行 每个食材的背后 都是一趟最新鲜的旅行 带你解锁生鲜产地 跟着食材去旅行 捡一下差不多把它捡差不多 焦黄 焦黄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在我们本土的超市 就可以买得到真空包的台湾鯛 现在养殖就是科技的养殖 把我们台湾鯛养殖的没有土味 越来越好吃这样子 肉质很鲜嫩 简单做几道料理 在家里可以做 这道做照烧凤鱼烤鱛鱛鱼 现在夏天快到了 加点凤鱼做我们的食材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肉质很鲜嫩 鱛鱼是低脂高蛋白的食材 营养价值满分 加上软嫩的口感 适合所有年龄层食用 本土连锁超市 贩售的真空包装鱛鱼片 蓄骨无刺 买回来拆开即可料理 不论是干煎 清蒸 可以做多样的变化 非常的方便 而且经过养殖业者 结合AI智能养殖技术 少了土腥味 吃起来更加的安心又美味 走在云林口湖的乡间小境 放眼望去是一蛙接着一蛙的鱼温 艳阳下打水车在水面 溅起一波波的水花 波光淋漓格外的耀眼 这个是我们的暂存池 那这个续养池呢 最主要就是要让鱼体 从鱼池里面捕捞回来之后 让它的鱼体呢 它的情绪更稳定 然后呢 它的肉质呢 才不会那么的僵硬 那我们在这个存养池里面呢 我们会把给供给它存养 再来就是说让鱼体里面 在鱼池里面还没有完全 消化的这些飼料 可以彻底的消化完 那给它足够的这个氧气之后呢 它的情绪稳定之后 它的肉质呢 就会比较Q弹 我们只能用人道的出展方式 瓦跳跳的台湾雕 陆续送进加工厂 这是全台养殖台湾雕 面积最大 以及外销量第一的 鱼类生产合作社 每天有250名的员工在这里 处理将近三万五千尾的台湾雕 你可以看到到我们这样的环境呢 其实是在15度C以下的 这个工作环境 那就是为了要确保它 整个品质的一个管控 然后它的温度一定要够低 才不会有微生物的一个滋长 利多刀工 将鱼生片成两大块鱼肉 下一阶段则是把鱼肉 摆在机器上去皮 人工去刺 一尾台湾雕从进场到装箱出货 得经过食道流程 整个过程得在两小时之内完成 才能确实保鲜 在一旁紧盯流程的王毅峰 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不敢大意 我小时候我们家呢 养了50公顷的台湾雕 那我八岁的时候 就要开始帮忙养鱼 那个时候呢 我根本没有什么睡眠品质 因为我下课四点回来的时候 就要帮忙扛飼料去喂鱼 需要耗了很多的时间跟人力 你的青春在里面 那晚上的时候呢 又24小时要stand by 为了改善传统的养殖环境 王毅峰决定提升养殖技术 积极而且用心地研发AI智能养殖场 智能养殖池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个因子 其实就是它的氧气 氧气如果不足的话呢 这些雨全部都会挂掉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智能养殖系统 因为累积了30年的养殖经验 所以我们做了三道的防备 所以呢在这个呢 对我们来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的温度呢 其实这个水温呢 就控制在20.8 那因为这样的这个统巢的养殖模式呢 它的保温的效果很好 那再来我们还有一个热邦系统 冬天寒流来的时候 如果温度低于在10度以下 那我们的热邦系统 我们就会自动启动 在热鱼石里面自动 做一个加温的这个动作 氧气智能养殖监测系统 是透过不断的循环再利用 可有效改善台湾雕的生长环境 新型的养殖池上方装设太阳冷板 可以降低温度5到7度 让水温可以控制在摄氏25到30度 大幅的提升鱼汁的存活率 相较以往多出超过20倍的年产量 在监控系统里面 你就会看得到它的放养的天数 然后它的鱼获是几只 然后它的平均重量 然后它的鱼的这个总重量是多少 损失的多少 这个技术也成功取得 国家新型发明专利 生产加工方面 王一峰也吸收国外的经验 增加台湾雕的口感 取完片之后 我们会透过这个剥皮机 皮肉分离完之后 我们再利用特殊的砧板 来帮它做SPA做按摩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鱼在取片的过程里面 鱼肉它会变得比较僵硬一点 那我们为了要确保 让这个鱼肉它很Q弹 所以透过这个特殊的砧板 帮它用人工的模式 去把它做按摩 最主要就是它的鱼肉 就会变得更Q弹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 其实就是要臭氧杀菌 它才可以达到生死的等级 王一峰说 鱼业绝不是细氧产业 一定要不断地创新 唯有提升品质 专注于差异化 才能超越对手 传统的真空模式 它就是直接放到这个真空袋里面 那这个呢 就是最新的德国的skin bag 贴体真空包装 那这两个差异化就是 这一个呢 就是一般的袋子而已 那这一个呢 因为它是上膜跟下膜 一起贴合而成 那它的真空度呢 达到99.9%以上 这个的真空度呢 只有到90以上 所以呢 这两个的保存期限 还有它的新鲜度 还有它跟氧气的结合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品质呢 非常的严格把关 所以呢 我们才有办法呢 上本土的超市的龙头的通路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买到 品质这么好的鱼片 然后呢 让回去呢 吃了之后呢 无后顾自忧 这个就是我们对台湾钓的坚持 也让对消费者呢 有一个保障 突破传统不断创新 透过多角化的经营 鱼类养殖业者 找到新的方向 台湾钓 也有了新的风味 全年拥有众多二厨 替你贴心备料 让你看见新鲜 吃尽新鲜